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尔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本周美股震荡收高 科技股的财报表现比预期来得好 虽然投资人仍然担心区域银行的风险 以及通膨问题 但市场似乎因为逐渐对美国经济的前景达成共识 股指最后是收涨的 道指与标普白指数本周均上涨了约0.86% 纳指则是上涨了1.28% 如果回顾整个4月份的话 道指表现强劲要涨了2.48% 这是创了1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标普白指数涨1.4% 至于纳指则是小涨了0.04% 接下来就带大家回顾一下刚过去这周 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走势震荡 收盘是涨跌不一 周一华尔街并没有太大表现 市场在等待一系列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 与最新的经济数据 主要股指下幅震荡到只收盘时小涨66点 标普白指数涨3点 只有纳指下跌了35点 周二美股表现疲软开低走低 美国新一批的企业财报出炉 第一共和银行公布的财报显示 他们第一季度的存款流失了720亿美元 而UPS业绩低于预期也加剧了市场 对经济放缓的担忧 另外数据也显示 美国消费者的信心4月份 跌到了9个月以来的低点 这都使得周二美股开盘之后就一路下滑 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跌破200日均线 在收盘时 道指跌了超过340点 纳指下跌近两个百分点 周三美股走势分歧 开盘时由于微软公布了亮丽的财报 加上3月份耐用商品订单数据好过预期 主要股指开盘上涨 不过由于低共和银行面临了美联储借款的潜在限制 使得股价持续下挫 拖累整个银行股表现疲软 主要股指收盘的时候是涨跌互建 道指下跌了228点 标普派指数跌15点 而纳指则是上涨了55点 来到周四美股反弹上扬 Meta是接棒了微软和Alphabet 释出了财报利多 投资人选择忽略第一季度国内生产盲额GDP的疲软数据 转向聚焦经济增长 利率还有通膨的长期前景 周四美股可以说是气势如虹 通讯服务板块净扬了5.5% 创了2月份以来最佳单日涨幅 道指在收盘时涨了超过520点 纳指更是狂飙了2.4% 标普派指数也上涨了近2个百分点 周五美股持续收高 虽然周五开盘的时候 由于亚马逊的财报显示 公司的云端业务增长放缓 持着科技股反弹动力流失 主要股指开盘下挫 不过由于三月份的核心PCE物价指数 环比上涨0.3% 这符合预期 显示通膨虽然顽强 但在预料当中 加上财报截至目前有八成的公司 业绩超预期 市场的情绪转去乐观 股指在五盘过后转为上涨 收盘时道指涨了272点 最后收报在34098点 标普派指数涨34点 收报在4169点 纳指涨了84点 最后收报在12226点 至于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靠近巨头微软 公布了最新财报 营收获利 均超预期 微软也表示 对于AI人工智慧的前景相当看好 另外Nafis宣布 未来四年要在南韩投资25亿美元 来制作电视剧 电影等影音娱乐内容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 谢谢小奇 微软周二盘后公布最新财报 上一季度营收为529亿美元 年增7% 高于预期的510亿 每股盈余为2.45美元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2.23美元 根据财报显示 公司智慧云端业务上季度营收达220.8亿美元 年增16% 超出市场预期的219.4亿美元 另外生产力和商业流程营收为175.2亿美元 年增11% 也优于预期 虽然个人运算部门营收年减9%至132.6亿美元 但仍高于预期的122.5亿美元 近来AI人工智慧备受瞩目 各大科技企业积极研发 争夺业界地位 微软在第三采季宣布 对OpenAI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新投资 并表示将利用该公司的人工智慧模型 开发新版并搜索引擎 微软财务长表示 AI前期需求强劲 如果将技术结合自家产品 将推升公司的整体营收 展望本季营收将落在548.5亿至558.5亿美元间 高于市场预期 Netflix表示计划未来四年内在南韩投资25亿美元 用来制作韩剧 电影和五角本节目 对南韩市场的投资额较2016年翻倍 南韩总统尹熙悦周一前往美国 进行为期六天的国事访问 这项消息是在他和Netflix共同执行长 萨兰多斯会面后宣布的 尹熙悦对这项投资表示欢迎 称这是南韩内容产业和Netflix的重大机遇 消息宣布后 南韩制作和娱乐公司股票 周二在韩股盘中走强 近年在全球吹起一波韩流热潮 防弹少年团Blankpink等K-pop团体 更成功让南韩音乐打入国际市场 最新数据显示 南韩包含音乐 电玩游戏和电影在内的内容出口总值 在2021年达到124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仅次于家用电器和充电电池 Surundance透过声明表示 我们能够做出这项决定 是因为我们对南韩创意产业 继续讲述伟大故事深具信心 Netflix上周公布第二季猜测欠佳 并宣布将全面打击密码共享的行动 延后到第二季 根据公告 Bad Bath Beyond将从本月26日起 启动360家Bad Bath Beyond门市 和120家Bye Bye Baby门市的清藏拍卖 随后这些门市也将作为资产被拍卖或出售 Bad Bath Beyond执行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感谢员工 客户 合作伙伴和公司所服务的社区 并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仍将坚定地做出服务 拥有52年历史的Bad Bath Beyond 曾为美国最大居家用品零售商 在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均设有分店 并曾经掀起居家购物的流行文化现象 不过自2022年以来 该公司的销售额急剧下降 并出现严重的资金缺口 公司历经多年净亏损 以及重整计划多次遭遇失败 过去几个月来 该公司持续警告可能破产 今年2月份 公司曾与一家对冲基金拿成10亿美元的融资协议 但后来交易遭到取消 近几周 该公司的股价已跌到1美元以下 3M周二宣布将裁员6000人 该公司在周二公布的第一季财报声明表示 此次裁员为公司更广泛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预估将削减高达9亿美元的年度成本 3M执行长罗曼在声明中说 这些举措将降低公司中心的成本 进一步简化和强化供应链结构 而且精简进入市场的商业模式 提高公司利润率和现金流 市场分析指出 3M的此举凸凸显出其正在努力摆脱 对消费品、电子产品和其他大约6万种产品的疲弱需求 病毒过滤呼吸器的销售 从新冠疫情引发的高点回落 以及中国经济动荡的重新开放 也拖累了3M业绩 财报方面 3M第一季财报经调整后 每股获利爆1.97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5美元 内增性营收下滑4.9% 又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下降6.9% 不过这是自2020年第二季以来最大降幅 展望未来 3M重申今年经调整后 每股获利最高可达9美元 波音公司公布上季度财报 营收为179.2亿美元 高于预期的175.7亿美元 调整后每股亏损1.27美元 较预期亏损1.07美元扩大 公司在财报中指出 KC-46A加油机计划 因供应商问题 产生了2.45亿美元的税前费用 本月稍早 波音披露其最畅销机型 737 MAX机身部分的8个配件中 有两个存在问题 波音警告 这个问题会减缓一些飞机的交机程序 不过波音强调 今年稍后将把737 MAX飞机的产量 从每个月31架增加到38架 还计划在今年稍晚 将787梦幻机的产量 从目前的每个月3架提高到5架 公司总裁卡尔霍恩 在员工备忘录中表示 这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一年 随着市场需求激增 我们必须共同专注于执行和满足对客户的承诺 4月份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市值 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 由于对地缘政治竞争局势的担忧 超过了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情绪 再加上总统拜登传出计划 在未来几周要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关键领域投资 这更令中概股的卖压高涨 而不仅美国的中概股 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在过去一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值 也损失了超过5000亿美元 台内外的投资人似乎都出现了信心流失的情况 不过摩根大通亚洲部门此时却认为 中国股市已经利空出尽 接下来应该有机会迎来反弹 究竟中概股目前面临着多大的风险 中国股市接下来有反弹机会吗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在美上市中概股4月份以来市值已蒸发超过千亿美元 其中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 周二收盘重挫3.06% 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低 写下一年多以来最长点是 阿里巴巴 京东等网络巨头ADR 周二收盘也同步收低 根据彭博报道 投资人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担忧 垫销了市场对经济的乐观预期 随着解封后 经济大幅反弹的乐观预期消退 中美在TikTok和半导体芯片等多个问题上的争议 促使投资人迅速解除对中国股票的押注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 本月已累计下跌了超过10个百分点 一些外国投资机构开始放弃 对中国股票的积极看法 瑞联银行本周将中国股票 从增持下调至中性 理由是存在地缘政治风险 与此同时 加拿大安大略审教师退休基金也宣布 正在缩减其在香港的亚洲股票投资团队 总统拜登计划在未来几周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关键领域的投资 这项消息也令中概股投资人感到不安 据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已经就该措施进行了近两年讨论 计划5月19日在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采取行动 彭博报道表示 该行政命令将涵盖半导体 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 重点是美国公司在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投资 不仅纽约上市的中概股严重缩水 实际上香港与中国国内股市也大幅下跌 在彭博社追踪的92个基准股指当中 追踪香港股票的恒深中国企业指数 是过去三个月表现最差的五个股指之一 中国护深300指数 刚刚也历经了去年10月以来最糟糕的五天走势 金融时报表示 受到中国推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扩大政府的监管能力 中国国内投资情绪也有所减弱 据统计 外国交易员从中国股市撤出了大约20亿美元 新兴市场投资大佬莫比尔斯表示 中国不可能像十年前那样 以10%的速度增长 那种情况已经过去 中国美国商会一份最新调查显示 虽然美国企业对美中关系持续悲观 约87%的受访者表示悲观 比之前的调查高出14个百分点 但对中国复苏前景 约59%的受访者保持乐观态度 较先前高出22个百分点 而且有7成3的受访者表示 未把供应链移出中国 显示只要领导人不搞事 外国企业还是相当喜爱中国市场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电话专访 海投全球首席执行官王金龙 请他来分析一下美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以及他的操盘建议 我们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